我們來介紹這個超連結的部分 一般在PowerPoint裡面概念就是 如果你要做超連結,點到它就是直接射連結 它是物件導向的方式 那麼在Focus Guide裡面呢,它比較不是這種 它比較像是做網頁裡面有一種功能叫影像地圖 也就是說呢,你只要決定好你要的範圍 那我滑鼠滑到這邊之後,它就會變成熟 就自動跳到你所指定的網頁也好 或者是簡報的那個位置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右手邊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連結?鏈子在這裡 這就是它的超連結 所以它是新增,就是自己畫一個區域 畫一個區域 這個呢,影像地圖,像網頁影像地圖 就是說我有張地圖 那我點到這裡是去哪一個展場 點到那邊去哪一個展場 類似這樣的感覺 所以你按一下,你就可以自己拖曳一下囉 有沒有這樣我框住了 框住了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右下角這裡 你可以選擇 我要連到網頁上面去 也可以選到哪一個路徑 所謂的路徑是指什麼? 我們在Power面把左手邊 是不是稱作投影片? 這裡稱作什麼?路徑 因為有經過那裡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Focus在它就像什麼? 一張很大的心智圖 很大的心智圖 有沒有很大張? 你想要放哪裡就自己跳跳跳 好,就跳到哪邊去這樣 那所以呢,我點到這邊 網頁連結我不用吃飯 我就按一下路徑的連結 你可以自己選擇,你要跳到哪一頁 這樣了解? 好,因為我們在Power面其實也會用到 我們就可以先預覽一下 好,預覽了 當我滑過來有沒有變熟? 我移開,是不是沒有了? 滑過來,點下去 欸,有沒有跳到最後一頁? 就跳進來了 所以像這樣子 你應該大概就知道它的概念 它只是跳到不同的位置去 因為它也可以做互動 那如果你覺得,唉,這樣有點礙眼 你可以把這個透明度降低 這樣有沒有比較不礙眼一點 因為你真正在預覽的時候 事實上不會看到它的 在編輯的算太下才會看到它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呢 是它連結的部分 跟平常大家在使用的時候 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你要稍微留意